嗨,我是琪琪 我是燕燕 琪琪和燕燕的玩具 面包超人一大早就来到农场 这里空空的,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琪琪小子开着一辆收割机来了 你好,面包超人,请问需要点什么? 我想购买一袋面粉,用来制作可丽饼 好的,没问题 我来把这片小麦收割完,就能制作面粉了 细菌小子用收割机开始收割小麦 随着车辆的慢慢移动 小麦很快被收割进机器里 按动车身上橙色的按钮 机器开始运转起来 面包超人开来一辆拖板车 把黄色的出口对准车箱 面粉瞬间倾倒而出 车箱很快装满 谢谢你,细菌小子 我要赶回去制作可丽饼了 记得一会儿来品尝 嗯,没问题 面包超人来到一个大烤盘这里 他在拖盘里准备了许多水果和巧克力 取下烤盘的盖子 倒入新鲜的面粉 接着打入一颗鸡蛋 倒一些水 用铲子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按动开关 开始烤制 等待一会儿 好了,关火 打开盖子 香喷喷的可丽饼就烤好了 把可丽饼装进黄色的盘子里 接着在饼上挤一些奶油 选择一个画着红精灵妹妹的曲奇饼干 和草莓放上去 最后把做好的可丽饼装进盒子里 打工告成 看着非常诱人呢 面貌超人又做好一张可丽饼 这次放的是 画着细菌小子的曲奇饼干 和巧克力棒的 他很快就做好了许多口味的 把它们依次摆到货架上 可以营业了 细菌小子坐着小火车 来到可丽饼店 哇,好多口味的可丽饼啊 请帮我选择一个 葡萄口味的吧 好,没问题 取下可丽饼 给细菌小子尝尝 味道爆极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可丽饼了 我还要打包一个草莓口味的 带回农场 这都是小麦粉的功劳呢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 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